来吧来吧来吧,全体目光看过来 千姬终于有了史诗级加强了 明天在更新以后千姬的自动施法策略将会调整 放下了海巢入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锤子以后 千姬将会优先普攻 不再会释放二技能扣火,还有放大招了 换句话说不用再切普攻了 屠佛千姬直接万岁 史诗级加强啊 而且这个调整还不会影响对异竞猜 协同白狗翼斗技里面的AI 在PVP部分千姬还是会优先放二技能 满了buff以后拔锤子 只有在PVE的部分他才是放了锤子普攻 直接发疯 直接笑到死 因此也调整了一下明天超鬼王第一天的特攻阵容 超鬼王第一天阵容就直接做两套就可以了 一套群体一套单体 因为千姬的加强 所以现在千姬我调了一个153速度的千姬 比这个千姬稍微快一点 千姬带上屠佛 千姬带上雪幽魂土蜘蛛 或者雪幽魂割击 因为两面佛带的是真女割击 所以这边带了七女 这边就带上了雪幽魂土蜘蛛 千姬的速度一定要卡一下 千姬的速度不要超过千姬 也不要太快 如果太快的话 想要再卡一速千姬就很难卡了 我的办法是二号位用了一个没有强化满的雪幽魂 二号位不加满 还是用附属性去堆一下效果命中 我看见有说法说是什么附属性堆速度 这个我真的很不建议 因为超鬼王的那个小怪抵抗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150的命中不敢说能控住 太过于前卫了 我这个160的命中 我都有点害怕动不住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优先是命中 永远优先保证命中 想要卡速度就二号位用一个没有强化满的速度 永远优先命中 千姬的速度略快于千姬 千姬150左右 然后会是花鸟圈带上真女鬼灵戈机 攻击攻击攻击或者攻击攻击暴击都可以 第十天的话是火灵的万弓 攻击攻击攻击 明天特攻是神 真姬两面佛 没有练两面佛那么用SP估惑鸟或者SSR估惑鸟也行 也是特攻 如果SSR估惑鸟SP估惑鸟都没有的话 那炼鱼慈目吧 炼鱼慈目就要调一下辅助不带地圈 带上石灵元节神之类的了 明天肯定还是佛地圈最优 其次的话就是鸟地圈 这个是群体 然后是单体这部分 单体这部分的话就直接是套娃了嘛 海月火域的空向面临器 速度也是在150左右低于千姬 千姬这个153的速度有个好处 一个是快过清姬 二个是快过面临器 面临器需要150是因为有的六星鬼王 像阿修罗之类跑得很快 如果面临器速度不够150的话 可能会被他跑掉一线目 毕竟之前调整削弱里面 面临器的一线目从三回合变成两回合 这点很伤 然后10灵的速度也是在150左右 虚左之男狂鼓土蜘蛛 或者妖刀剂狂鼓土蜘蛛 还是第十天万攻 OK那么明天的超鬼王就这样准备好了 还是要再说一句 千姬这个14级加强 我真的太快太快活了呀 再也不需要主动去切普攻了呀 一个智能的千姬要学会自己切普攻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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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